那么第八小段呢 是根据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来补充一些额外的扩展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也是一些问题 那可能大家已经遇到这些问题了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 看怎么去解决的啊 那么扩展内容呢 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呢 是VRM的配置 第二个呢 是异常退出 第三个是编名 最后呢 是关于退出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说明啊 那么先看第一个啊 VRM的配置 VRM的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呢 可能是我们在本阶段 甚至说以后的阶段吧 就是所有的整个阶段加起来 应该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配置 前面咱们前面没配置吧 没有配置啊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配置 所以呢 它呢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很有纪念意义 那么VRM的话 它呢是一款编辑器 一款编辑器 那么编辑器呢 不代表编辑器就没有配置了 编辑器其实有配置 编辑器也是有配置文件的 所以呢 编辑器啊 也是有这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 那么VRM的配置文件呢 有三种情况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其实今天大家就见过了 就是在我们文件打开的时候 在末行模式下输入的配置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配置是什么情况的 它不是临时的吗 关闭之后还有吗 它就没有了啊 所以这个配置 它是临时的配置 临时的配置 像显示行号啊 然后关闭这个 关闭这个语法着色呀 重新开一下 它又恢复到 之前的那个情况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临时的 这是我们今天已经接触过的 那么除了这两个呢 还有呢 具体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第二个呢 是在 有个叫 个人的配置文件 就是说 每个人呢 他都能使用VRM 但是呢 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不一样 就比如说 我想显示行号 那么有人不想显示行号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 个人的习惯 来定义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称之为叫 个人配置文件 那么第三个配置文件呢 叫 全局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是 VRM自带的 它自己自带的 一个全局配置文件 一共是三个 那么三个配置文件 这个临时呢 它没有配置文件的 然后个人的在哪 个人的呢 在自己的加募录下 有一个隐藏文件 叫VRM RC 波兰号表示 自己的加募录啊 我没有说是哪个用户的加募录啊 是自己的加募录 下面有一个隐藏文件 叫.VRMRC 但这个文件不一定存在 不一定存在 你可能你自己没有个人配置 那他可能就不在了 如果不在 没有关系 只要你名字不写错 自己创建一个 VRM也是认的 这个呢 是叫个人配置文件 那么还有一个全局配置文件 是VRM编辑器 在安装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在哪呢 在这个配置文件在哪 之前讲目录的时候 说配置文件在哪 ETC下 ETC下 然后呢 有一个文件 叫VRMRC 这个不是隐藏文件 他没有点 他叫VRMRC 一共呢 是三处配置 一共是三处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呢 由于是临时的 临时用一下 爽一下就行了啊 后面的话 那这两个呢 是我们要着重去讲的 个人配置文件 和全局配置文件 那么先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 入费用户啊 他加目录下 有没有这个 DRVRMRC LS -A -A 就无所谓了 LS 我去找谁呢 找这个 DRVRMRC 就是在当前目录下 我让他列出这个东西来 看他能不能列得出来 他列不出来 列不出来 但是能不能列出我们的 PanWD呢 他能列出来 那说明我们这个目录里面 有没有这个文件 没有是吧 那没有的话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 需要做一个自己的配置 应该要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 所以这地方我备注一下 那如果没有 可以自行新建 自行新建一个 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你名字不写错了 就没问题 这块的话 来新建一个 新建 它写 点 VRMRC 点VRMRC 然后呢 按一下 回车 这个点千万不要烂了 新建一个 那么新建好了之后 这个里面 它是默认没有 任何配置的 默认没有任何配置的 接下来 新建好了 我们要做的是 大概的VRM 点VRM RC 什么模式 命令模式 要干嘛呀 编辑 怎么按 I或者A 好 在这边来了 那么好了之后呢 接下来 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面 给它做一系列的配置 要给它做一系列的配置 那后面呢 就是配置了 那么至于VRM的配置 它的配置项有很多很多 那这里面呢 我就想大家记住一个就可以了 就是怎么去设置 默认显示航号 怎么去设置 默认显示航号 那么第一个设置 新建好 个人的配置文件之后 进入编辑 这第一个步骤 第二步骤呢 在配置文件中 来进行配置 那要配置 比如说 我要显示一个 行号 那这个行号呢 你只需要在这里面输入 set NU 只需要输入它就行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一定要求大家记住的 虽然说前面用这种方式呢 它是临时的 那你感觉记不记住 无所谓 反正一关就没了 但是如果你要用配置的话 那你必须在这里面记住这个命令 叫setNU 那么加好之后 来看看效果 setNU 然后干嘛 保存 怎么保存 网号W 然后退出 Q是吧 注意 我这个时候 这里面有没有含号 没有啊 没有 看清楚了 是没有 然后我再打开这个文件 有了 但是我有没有说在这里面输入setNU啊 没有吧 没有啊 那我再关闭的 再打开 是不是还有啊 然后我再换个文件 为了避免这个文件 它自身的一个显示一样 我再换个文件 VM PSS WD 也有了 那么再换个文件 VRM ETC 下面的 PSS WD 也有了 那说明是不是 所有文件永远的都有了呀 那这个操作 咱就已经实现了 所以当你把这个配置做好之后 你以后那个setNU 你还需要记吗 就不需要记了 因为你每一次打开都已经有了 就这个好处 你只要记住一次 你后面就可以不用记了 这个是 这个操作的一个配置 比如设置这个行号 在里面呢 来个setNU 就已经搞定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呢 它也有其他操作 比如说 我要想我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显示着色 都不显示着色 那是不是在这里面再写入一个其他的命令呢 比如说 SY NTIX TX 然后OFF 是不是行了呀 保存一下 退出一下 没有保存 行 再打开 没事了吧 所以这样也行 就看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 就往里面放 就可以了 好 配置好之后呢 那么再打开其他的文件 就已经生效了 配置好之后 那么VRM打开文件 就会永远的显示 航号 那么这个文件呢 是我们编辑的是个人的配置文件 那么还有个文件叫 全局的配置文件 那么全局配置文件在哪呢 刚才已经写了 在ETC下面的VRMC 就这个文件 那这里面呢 注意它不是空的 它不是空的啊 里面有东西 但是由于我们刚才设置了SETC 就是那个 着色是不是没颜色了呀 那这里面我们看不到颜色了 那这样 我把这个颜色呢 再给它开开 再给它开开 那么这一行 我就给它删掉 那就滴滴就行了啊 Q 没有保存啊 WQ 再进入 有颜色吧 有颜色了 那这个是全局配置文件 全局配置文件 那么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全局配置文件呢 那么这里面呢 只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咱这里面有两个配置文件 那万一我两个配置文件里面的配置有冲突怎么办呢 比如说 我有一个配置文件里面要显示行号 有一个配置文件里面不要显示行号 该听谁的 对 这个就考虑到一个优先级的问题了 谁的级别高 得听谁的问题 怕就怕到时候 这个管理员改了这个全局配置文件 我让这里面所有的人不显示行号 结果呢 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我在自己的配置文件里面又设置了显示行号 那最后到底显示还是不显示 所以这个问题咱就需要去验证了啊 这个问题咱就需要验证了 那文件怎么配置就这么配置 不管是配置个人文件还是配置全局文件 就这么配置的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呢 是谁的游戏机构 那么来举例啊 问题 如果针对某个配置项啊 在个人的这个配置文件啊 与这个全局配置文件产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 产生冲突的时候啊 应该以谁为准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试一下 那这个案例的话 怎么去做 那我们就可以说针对同一个配置项 然后在两边呢 分别设置不同的值 看他以哪个为准就行了 是不是 对吧 行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 这个测试一下 测试的一个步骤 测试步骤呢 就是在两个在两个两个配置文件中啊 针对针对同一个配置项啊 分别呢设置不同的不同的值 那么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设置一次还不行 设置完之后呢 再把这两个不同的值再颠倒一下 看看这个效果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那么先呢 来设置一个行号 那么刚才我们在个人里面 是不是设置了一个显示啊 那我现在要干嘛 现在我在这里面设置一个不显示 那我最后看它显示还是不显示 好 在这个位置啊 最后一行 只要你不插在人家的命令中间 你比如说我在地方来个SATANU 你不要这么来就行了啊 我们另起一行 叫SATA不显示行号叫 NoNU是吧 行 保存 退出 OK啊 那么接下来我再打开这个文件 那如果说 如果说这里面不显示行号的话 那说明它以谁的为准 以全局的为准是吧 先让我们把这个步骤给他记一下 第一个 那么先呢 在这个全局的配置中 设置不显示行号 在个人的配置文件中 设置显示行号 那么观察这个结果 观察 嗯 嗯 好了 试一下 有没有行号 有 那说明我们这个步骤 它以谁为准 以个人为准了 是不是啊 OK 那么在此 这个步骤的设置中 最后的话 它是显示行号 说明 以个人 为准 哎 这是这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呢 咱颠倒一下 那么先在这个全局中呢 哎 来 配置 配置 显示 行号 然后呢 在个人中呢 设置 不显示 行号 哎 观察结果 我们一定要保证 这两个案例 它的这个结果要统一 如果不统一 那说明其中有一个是 碰巧就达到那个结果了 一定要保证统一 那如果说上面这个结果成立的话 结论成立的话 那么下面这个应该是什么结果 上面这个结论不是以个人为准吗 那要想下面这个成立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不显示啊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应该是不显示 至于是不是有待我们验证 怕就怕他说 我们以这个结论为准了 结果下面是显示了 这就尴尬了啊 所以闲不显示 还是再做一遍 那这边呢 我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去了 那这边是不是设置显示号号啊 行 那么再改谁呢 再改个人的 VRM RC 然后这招怎么招 NU是吧 NoNU 推出 行 验证一下啊 看这个棋的时候到了 没了 行不显示了 不显示了是吧 但是我们这里面是不是设置显示的呀 所以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显示是不显示 好 那说明于谁为准 以个人为准 以个人为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那如果说我个人里面没有设置呢 行 那我现在的时候把个人里面的东西给他清掉啊 是不是没了 行 没了之后 我再打开 全局的看看 有没有 有 因为个人里面是不是没有配置 那么没有配置 但是我非得要一个配置 哎 那就以全局为准了 哎 所以呢 最后的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论呢 结论就是 如果 哎 针对我们的同一个 配置项 个人配置文件 总存在 则 以谁有准 哎 以个人 配置文件 为准 那么如果说 个人中 哎 个人配置文件中 不存在 哎 这一项 那么则 以 全局配置文件为准 哎 为 准 嗯 好 这个结论 能看明白吗 可以啊 行 啊 那么至于其他的配置呢 哎 大家也可以去 我们的这个全局配置文件里面看一下啊 看到那有哪一些 你看这地方呢 哎 语法 默认是高亮的嘛 啊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 啊 配置还是比较多的啊 如果说 你需要其他的一些配置 那你可以呢 去网上去搜一下 比如说 哎 要什么什么配置 网上呢 他会告诉你这个配置项 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你拿到这两个配置文件里面去做个设置 哎 那也可以啊 也可以 他的设置呢 远远不止这么多啊 这设置挺多的 这里面才几十行 还不算多啊 才65行 挺少的啊 好了 退出来了啊 哎 这个呢 是第一个啊 关于我们这个VM的一个配置文件 哎 怎么去配置 最后呢 又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们怎么去解决啊 去测试一下 那么测试的步骤就是 两个我们设置不一样 然后呢 再调换位置 看看这个结论对不对 验证一下 最后的话得出了一个结论啊 以谁为准 那如果这个没有了 再以谁为准啊 这个呢 是这个结论 写错了不让你保存 嗯 那挺强大的啊 像那么这个呢 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关于这个 异常退出的问题 这个呢 我们今天肯定有同学 已经遇到了 异常退出的问题 那什么是异常退出 什么是异常退出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沃德文当 哎 我写着写着 突然呢 他进城死了 然后你再打开的时候 他会让你恢复是吧 哎 包括浏览器也是的 浏览器你本身开着的 结果呢 突然断电了 你下次再打开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 是不是恢复之前 已经打开的页面啊 哎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异常呢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断电的 像断电不大可能啊 怎么去关呢 我先打开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 PWD啊 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这个文件 我往里面编点东西 编几个空格是吧 行 然后有的同学可能 想不起来怎么关掉了 我觉得哎 这个东西无所谓啊 我就直接给他 直接关了 好了 直接关了之后 然后呢 哎 我又想用中端了 好 这时候呢 我再进入到加募录 然后后面的话 这时候我再去打开谁 打开PathWD 注意看到结果 扫了什么啊 哦 CD啊 VRM啊 和我们之前打开的效果一样的吗 不一样吧 之前一打开 是不是就能看到文件内容了 现在是吗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说 这里面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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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说以指导打开 或者说哎 直接编辑 或者恢复啊 或者什么着的 啊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异常退出 因为刚才直接关闭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保存 哎 他就属于异常退出这个范围了 所以如果看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去给他解决了 啊 像这种形式 就是属于异常退出 在编辑文件之后啊 并没有正常的去WQ 也就是保存退出 啊 并没有保存退出 啊 然后是 遇到我们比如说 突然 关闭我们的这个终端 哎 或者断电的情况 那么则会显示下面的一个效果吧 哎 这个情况呢 我们称之为 哎 称之为 异常 退出 啊 就称之为的异常退出 哎 肯定有同学遇到了这个问题的啊 那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 哎 解决方法很简单粗暴 解决办法 那么解决办法呢 就是这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 说发现交换文件 叫.password.fwp 好 那么找一下啊 哎 先给他 哦 那我既然强制关了一次 我再强制关一次吧 强制关两次 嗯 cd ls 他说有一个交换文件 叫.password.swp 有吗 哎 一定要注意啊 咱这个是什么开头的呀 点开头的啊 所以呢 一定要ls-a 至于这个l要不要随你的便 没关系啊 找一下 点儿 password 就是他 就是他啊 就是他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要解决的办法就是 把交换文件 删掉 啊 将 哎 交换文件 删除掉 即可 那么什么是交换文件 交换文件也就是 在编辑过程中 产生的一个 临时文件 哎 他的性质呢 其实就类似于这个 类似于这个 哎 我现在在编辑word 哎 类似于这个东西 啊 那要做的就是 我们需要把这个交换文件 给他删除掉 即可啊 删掉就行了 那么删掉的办法呢 这个删掉 删除文件 怎么删呢 M 然后 杠 F 交换文件 这个交换文件 他在创建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 在你原始的文件名 前面加个点儿 在原始文件名 后面加上个点儿 SWP 所以这个交换文件 比较好找 啊 你打开了哪个文件 那你就用 点儿 这个文件名 点儿 SWP去找 一找就找到了 嗯 确定好之后呢 按一下 回车 按下回车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去尝试打开一下 刚才异常关闭的文件之后 看看呢 有没有 啊 有没有 那个提示了 如果没有 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解决了啊 点儿 PSSWD SWP 嗯 好了 再来看一下 呃 VRM PSSWD 东尼 没提示了吧 哎 没有提示 那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解决了 啊 所以以前呢 如果说遇到这个 有交换文件 然后频繁的 弹出那个框框提示的 啊 那这时候呢 就建议你啊 直接把这个交换文件给他 直接干掉 啊 干掉之后 就没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之前输入那些东西 有保存吗 没有吧 那三个空格嘛 他本身就没保存啊 所以没有关系的啊 啊 所以以后尽量不要 这么硬直接给他关了啊 正常一点 推出啊 正常一点推出 哎 断电 现在这个机房断电的可能性是 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机房断电的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啊 所以一般机房断电的可能性比较不大 另外就是机房一般都有EPS 对 有备用电源 所以这个咱不用担心啊 不用我们操心 哎 这是我们前面两个呢 要给大家扩的这个 使用的一些东西 啊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两个啊 还有两个我们放到下一节课去学习啊 我 我 我们 我 我